爱家全球1911一键报警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看家 关于回国政策以及复华的机票信息 自疫情逐步放开以来 一直是所有海外华人都在关心的大问题 不少人都期待着能够等到一张便宜的机票 顺顺利利的回国与亲朋团聚 然而现实情况 却一次又一次的让大家失望 最近美国航司又发出一系列公告 使得万千旅客的回国航班数 更加捉襟见重 同时出入境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根据资深旅行信息综合网站 View from the wind的消息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递交提案要求 所有乘坐美国航班的乘客 需提供在美地址 两个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任何不遵守或不能提供以上信息的乘客 将被拒绝登记 不过提供联系方式是指美国还是中国 提供两个是否需要后期联系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通知 可以再等等看具体的要求 目前禁输中美采用的防疫政策 是3月10号开始实施的最新规定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取消了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航空乘客 在登机前往美国之前 必须出示新冠肺炎阴性检测 或归负证明文件的要求 根据美国签证中心官网的最新消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进入美国的航空旅客 无需进行COVID-19新冠病毒检测 不过非移民旅客仍需提供新冠疫苗的证明 而在中国方面 目前入境中国时 依旧需要提供必要的核酸检测报告 不过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旅客 取得了核酸检测的豁免 比如在亚洲国家中 包括泰国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老挝 阿联酋 尼泊尔 文莱 越南 蒙古 伊朗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亚米尼亚 非洲国家中 有埃及 肯尼亚 南非 坦桑尼亚 毛利求斯 京马布韦 纳米比亚 乌干达 赛比亚 塞内加尔 而欧洲和大洋洲国家 有俄罗斯 瑞士 匈牙利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 法国 希腊 西班牙 丁岛 意大利 丹麦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以及新西兰 由此可见 美国和加拿大 这两个华人较多的 北美国家 均不在列 尽管美国已经由 总统拜登签署法案 正式结束了 新冠疫情 国家紧急状态 但返回中国时 依旧需要提供 48小时的 核酸检测报告 说完这一系列的 回国政策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目前的 回国航班 很遗憾 在暑假旺季 即将到来的这个节点 在复华航班上 并没有什么好的消息 不仅没有好消息 还可以说 有一条坏消息 那就是美国航空 取消了两条 计划本来要开始 执行的 复华航线 根据 Flight Global的消息 美航 已从 其航班时刻表中 删除了两条 计划中的 复华航线 美航称 此举为 暂停 并表示 今年将对 其中国航班 进行更多的调整 美国航空 原计划 在10月 开通两条 新的 复华航线 从西雅图 飞往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 以及从 达拉斯 沃斯堡国际机场 到北京 大型国际机场 对此 美国航空公司 发言人表示 我们针对 中国调整了 2023年 冬季航班时刻表 今年公司 将继续根据 市场需求 和政府法规的变化 调整航班的计划 所以到目前为止 乃至未来几个月 中美之间 应该依然保持着 每周20个航班 不会出现 增加航班的情况了 这也就意味着 回国的机票 可能还是 一时半会儿 降不下来 一边是 只减不减的 航班数量 一边又是 只增不减的 回国需求 再加上 俄乌战争的 持续进行 飞往美国的航线 又要想方设法的 绕开俄罗斯领空 可以说 大家的回国路 太难了 尽管如此 可能也抵挡不住 在美华人 归心事件的心情 在此 小编只能建议大家 早做计划 提前买票 不管是直飞 还是转机 希望大家 最终都能 如愿寻得一条 适合自己的 回家路 如果您喜欢 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 并分享 下载APP 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